今天我们来看看盖哥回归参加的巴黎扑克 就是原先的Live at the Bike 现在桌子上是七个人 枪口位拿到了A10 A10这里边选择了平靠入尺 克在枪口加一位选择了加注入尺 用Q6同色这样的牌 装卫的A2也是尺 枪口位选择尺 这个攀奏我有印象 这哥们很喜欢拿强牌平尺 我记得前面看过他拿KKQQ平尺入尺 这个牌和三个人都有关系 和克的关系很大 高张买花买顺 下三千半掏鸡 盖哥这里边中二买顺选择尽 A10要买卡顺吗 这个卡顺其实不是特别有必要去买啊 因为他买上来还很容易是下顺 还有花是吧 克转牌直接击中了花啊 你看他很快的就下注 他这个打法非常的直白啊 非常的朴实无华 我中了花之后 我直接就下注 下四千 反而让盖哥怀疑他 这个是真的是 你朴实无华的打法 反而盖哥觉得你是吧 你怎么打得这么直白 是吧 又是很直白 很快的下注 下注多少呢 下注八千 他说下注都不中 他说西克斯啊 西克斯嗨 听说 这盖哥选择尽啊 其实这个克尔打得非常的直白啊 非常的朴实无华 没有什么哑哑 没有什么弯弯绕绕是吧 他就我中牌了 啪 马上就下注 然后反而给盖哥觉得你奇怪是吧 就是你朴实无华的打法 反而让容易是吧 打到高手的价值 高手会想多 其实克这种打法真的很少钱啊 一般高手都会演一演 藏一藏 他直接中牌 我就直接打 反而起到了异响 就是有些意外的效果 盖哥完全没跑掉 这手牌 波斯老板在枪口位 用99选择的是平靠 CO位的K5选择了瑞斯 然后这个时候 大盲位的三四同色 选择了做三拜特 他瞄的 他们最强的牌是99啊 99是平靠入尺 两个弱牌 一个瑞斯 一个三拜特 而波斯老板这里边 可能是有点生气了 拿99做了一个四拜特 一般这种平靠 在三拜特 四拜特 排别人的牌 是什么AK AKQQ这样的牌啊 我觉得这手牌 波斯老板多少有点 脾气不太好啊 四拜特 然后三四同色选择了靠啊 不立位置靠啊 这刻也是 感觉像有点像个老板的 这什么行为啊 三四这牌不好的 但这个翻牌 对三四而言很不错 对99也不错 上下顺子 对超对 一家打一家靠啊 这手牌啊 翻牌前打的 哇 三四击中了 顺子 三四五六七八 但是 哇 波斯老板是上顺 波斯老板藏了一枪 波斯老板两张九 藏了一枪 结果对方击中后门花 这个后门花非常的隐蔽 波斯老板这里边 瑞斯打价值 这手牌我看错了 你知道不 我乍一看 我以为 那个波斯老板是超对的 你知道不 我这仔细一看 顺子碰后门花 波斯老板 瑞斯五万 三四这里边 选择尔啊 三四也怕碰间 撞上大花 这里边也是尔啊 波斯老板在什么表情 这个后门花非常的隐蔽 翻牌打起来的 玩合牌发出后门花 而且这是一个翻牌前 四拜特地吃 总体而言 这个花非常的隐蔽 波斯老板可能以为 对方了不起是个什么 比如顺子两对 超对是吧 了不起你是这样的牌 完全想不到你是后门花啊 这手牌 克老板呢 运气真的是好 运气真的是逆天了 波斯老板其实转牌 藏一枪也没问题啊 他拿走两张酒 对方很难有酒的 而且你根本想不到 对方有什么后门花 四拜特地吃 翻牌打起来 是吧 真的是 运气逆天啊 克老板 现在是八个人了 这就是我前面视频 老强调的地方是吧 就这A6同色 他在不利位置 被三拜特了 就A6同色这牌 你看着很好 但你尻进去 你击中了A 你也怕自己踢脚小 你知道吧 这牌别不利位置 去靠三拜特 你知道吧 你看你击中了A 你担不担心你踢脚小 你担不担心 别人是A10 以上的两高张 你会担心的是吧 其实这个牌很接近于 那个枪口加一位的范围 有A有勾 他又做的三拜特 我这里边 波瑟老板不知道为什么 在别人的墙范围里边 哦 他下太小 下2500 他逗言一下 不是 我今天这波瑟老板 没问题啊 他下2500 他正常偷鸡 其实别人会跑 他下2500 波瑟老板 瑞斯他一下 波瑟老板这个人很喜欢 就是瑞斯一下别人 他前面也瑞斯盖哥 但盖哥是 都是真有牌啊 你看这A6啊 咱们重点看A6是吧 气牌是吧 其实我前面的视频 一再说这种情况 但这种情况都没有发生 就是你A6这牌 你一般你不击中花 你就很难打 什么要不击中花 要不击中两对 好打一些 是吧 要不你看你这么打 你就是 你这种牌 别人打了 你一般也只能被动的尻 你还担心自己的踢脚小 就是性价比 就是特别不好 你知道吗 前面一再强调这种牌 完全是这手牌发生了 是吧 咱说一下 这手牌爆炸了 我 但最 究竟爆炸到什么情况 我也没看过 看了一点 我 不知道会爆炸成什么情况 这手牌 AA 瑞斯 波斯老板 达到QQ 三败特 我看那手牌的时候 我觉得 波斯老板怎么老这么倒霉 我看的视频 波斯老板一般都输的比较多 看见波斯老板 就感觉怎么这么倒霉 我又要输个大的 QQ打一个4败特 底持 对手是AA 后手都非常的多 20多万 波斯老板意识到 他有点问题了 意识到对方有点强硬 可能这个QQ不一定够好 波斯老板现在就想到 对方是超队了 波斯老板现在想对方的范围 可能就是什么AKAK 是吧 第二个范围 诶 因为我是导带看的 不知道 他突然出现这个东西 我导带的时候没看见这个东西 看他老板 这是老虎猫 胳膊上 我看那人养个小老虎 我还是欺负那小老虎 我看评论都说 你等半年以后呢 你等几个月以后呢 那小老虎也不算特别小 长一点了 就有点像那个 比二哈小一点 但也不是小特别多 那种的 那种的小老虎 这里边 波斯老板选择call 意识到问题了 什么意思 他俩聊什么 名牌打的吗 噢 这么打的 我 离奶奶的 我没看到 你知道吧 他俩可能说call就check down 对吧 波斯老板他参加一下 我call你 但咱们反卖后不打 哎呀 秒的 我看的时候是爆炸了 你知道吧 没想到是这样 但这手牌 这手牌是我 波斯老板正常call进去 可能是迎光对手的 波斯老板怂了 这么大的老板 怎么怂了呢 波斯老板要因为他怂 而付出代价了 来看这手牌 汉老板拿到了 狗巴同色 大光头哥 没看见大光头哥 打一手牌 大光头哥应该挺紧的 打老板 打老板 今天打我 毕竟老板的行为 都有点不好琢磨 咱们来看这个翻牌啊 汉击中了 明三条 波斯老板顶对 打一枪 打一枪 四千一的底时 波斯老板秒call啊 直接拍桌子 是check吗 不看转 我又来一张把 这张把非常的坑 波斯老板 降低了汉有 把的概率啊 汉藏了一枪啊 波斯老板下一万 这后边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球 波斯老板会不会call 这里边非常适合 进行一个大的投机啊 因为周末上有三张八 其实隐藏了 他手里边有八的概率 秒call是吧 应该是个秒call 下两万五秒call啊 汉老板上手牌 QQ怂了 这手牌碰见炸弹了 周末上有三张八 按照我 你不相信 对方手里边有张八 是很正常的是吧 而且你是葫芦 你也不怕后门花 是吧